蜈蚣 但蜈蚣呢 列入神龙本草菌 在神龙本草菌裡面 那過去呢 我們使用在腫瘤硬塊的時候 會用蜈蚣 蜈蚣很兇 咬進去的力量很強 所以淋巴癌 淋巴腫塊 肝癌腫塊 都會使用到蜈蚣 但是注意記得 動物性的藥 它本身攻肩的力量很強 但是同時會傷血 一定會傷到 所以說你要加一些補血的藥 混合在一起 攻補 五屑堅固 不要老是在那邊攻 注意看 這個蜈蚣呢 魏心 辛辣的 姓溫 有毒 它是虛風善結的藥藥 小孩子的精劍 這個 癲劍我們會使用到 墮胎也可以用到 它能夠控制制蛇毒 也可以 那 這個日華的真壁 就是我們講一些硬塊 用劑量呢 一般來說一千 兩千就夠了 不會用到很多 不會用到很多 我們會用到很多 的 我們會用到很多